雅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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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想用接下來的時間 帶領大家看到 我們雅虎晴的 在Videos這方面 已經既有的成果 所以我想要走下來 我們邀請我們接下來 這一段座談的幾位嘉賓上台 好來我首先邀請的是 我們雅虎晴 我們媒體傳播師員群的 邱瑩慧副總 好來請 掌聲歡迎 接下來雅虎晴 品牌媒體部的 劉念慈寫筆 GDM 歡迎您 好 術國網部的 王晨皓執行長 歡迎您 中子文化生活清單事業 學長馬天宗 總經理馬哥 有請 好接下來是我們雅虎 雅虎晴 廣告產品策略部的 林彥副總 有請 好掌聲歡迎我們母位嘉賓 母位把主持棒交給我們Gina 好 好 來我來請五位跟我們分享在影音方面 今年的成就 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聽了一個早上的Data 以及火魂Matic 還有就是怎麼樣能夠透過自動化購買的方式 讓大家更省力 而且更精準的達到目標 可是呢 請大家深深的伸一個懶腰 我想有一件事情 是各個行銷人一直面對的一個挑戰 有一件事情是無法完全自動化的 那就是所謂的創意 那今天呢 我們交請雨潭的這位貴賓 一起參與 雅虎Brain Studio 這樣的一個網路影視的一個論壇 這個目的呢 其實希望大家回到行銷創意出發的最源頭 來看看說網路影音能夠有什麼樣的一個 創意的一個展現 因為兩部Brain Studio 它提供的是一個客製化的一個網路的解決方案 那我們其實結合了我們的Content 還有我們的Data Insight 這是最Power的 可是呢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就是 我們的廣告主 還有我們的Partner 另外就是各種不同的行銷的一個品牌 那這些品牌呢 不僅能夠協助我們去找到 最適合跟User溝通的一個方式 甚至於說我們可以找到 甚至於說去創造 跟消費者互動的這個部門 那這個部門呢 我相信是雅虎這個整體的一個 行銷的一個生態圈 能夠替大家所創造的 OK 那今天所有的雨潭的嘉賓們 我們都有一個使命 就是一定要帶一段Video上來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在整個的進行的過程裡面呢 可以隨時看到 就是各樣有趣的一個Video 讓大家很輕鬆的就我們這一段的Session 那首先呢 那我就先請一道 我們雅虎的媒體部的Elise 周副總 好 來替我們談談 到底雅虎的影視型態 生態圈是怎麼一回事 好 謝謝Gina 各位好 大家好 我是Elise 我負責雅虎其摸所有的內容資訊服務 那早上呢 各位也聽到了Francis 提到了整個行動影音網路的一個發展的快速變化 那所以對過去的年來呢 其實我們非常努力把我們平面的內容呢 盡快的轉換成行動跟影音 那在過去的這一年當中呢 我們希望 並要雅虎呢 不同於一般的UG系的一個平台 我們希望呢 透過雅虎編輯精選的推介呢 能夠讓網友呢 能夠享受一個優質的影音環境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段時間內 我們把我們的所有的力氣呢 花在就是跟我們的策略合作夥伴呢 一起來合作 我們提供了包括 合制跟自製的一些新聞娛樂的一個節目 讓網友可以即時掌握一些新聞大事 另外呢 我們也做一些策略合作夥伴的合作 像是TV的合作 我們可以提供給網友呢 優質正版的一個長緒跟電影 可以來觀看 另外呢 我們也發掘一些素人 那這些素人呢 提供的 素人團隊提供非常有趣 而且又非常的符合年輕眼口味的 這種短板的影片 能夠在這個社群上面 做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擴散的效果 那我們很高興的在過去這一年呢 我們可以跟大家來報告說 在這樣的努力底下呢 我們在過去一年的我們的這個影音的整個 觀看流量量成長了104倍 而且您可以注意到 在我們行動上面的瀏覽量成長了10倍之多 這是一個非常可觀 我們也呼應了剛才 Francis講的一個網友 這個行動觀看影音的一個行為的變化 能夠創造這樣的成績 其實除了我們團隊裡的一些 我真的在藉這個機會 感謝我們所有合作的夥伴 那等一下我們的合作夥伴呢 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一個 合作以來的一些心路歷程 不過我在這裡也先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說我覺得跟雅谷的合作 我們希望這個合作的一個核心精神呢 最主要是能夠透過雅谷這個廣大的流量 讓我們所有合作夥伴的一個優質的一個節目 能夠展現出來 那再透過我們編輯的推薦呢 可以讓這些好的節目 得到更好的關注 甚至得到一個爆紅的效果 提高他們的一個收視率 在短期內把這個收視率衝高 那有了收視率當然就有觀眾 那有的觀眾呢 在搭配上剛才Aaron還有Mike所介紹的 我們的Data Solution 這些巧數據的分析 我們就可以幫廣告主找到更精準的Target User 那有了這些Target User之後呢 我們也希望透過我們的廣告Solution 不同的影音廣告Solution 幫各位廣告取消人 能夠達到符合不同取消目的的一個訊息的傳遞 那包含了我們在影片剛開始 有一個進廣告的這種廣告方式 那我們也可以呢 在我們的節目裡面呢 做一個sponsorship的一個冠名的一個方式來產現 另外呢也可以做品牌的一個客製化的一個廣告影片 那等一下你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好的一個 品牌客戶的一個例子 在網路上面可以做很好的散播 那另外最後就是 如果說你本身已經有很好的一個內容的時候 也可以在我們的資訊流裡面 直接產生出一個原生的影音廣告 那透過這個我們的內容 還有我們的廣告Solution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影音的這個行銷的力量呢 會逐漸逐漸的在網友的生活上面 越來越展現出來 2016年已經很快的就要來了 那雅虎呢 在這個優質的內容上面呢 已經開始陸續把這個平台打造出來 那早上各位也看到 我們有廣告的Solution 也已經準備在那裡了 我們今天就希望呢 透過我們這個內容 還有廣告Solution 在這個機會 藉由這個機會呢 邀請各位 廣告行銷人 一起加入我們的優質生態圈 謝謝大家 謝謝Lise 那首先呢 我們就快快的來看我們的影片 就是我們在這一年度呢 所有在這個優質生態圈下的一個 雅虎的作品 虎哥也選擇 最正女老師 給各位網友這次重道一下 沒穿過公共制服 秋過一次課 長大以後 你會後悔 我懷孕了 從今後 你跟孩子 都是我的人 哈哈哈哈 它並非只是一個 雅虎 June真的就是 最重要的季節 好 讓我們知道 你們在下面留言 或是發射給我們 我會找到 歡迎 87的Oscars 今天我們獎 Hollywood的最佳 最佳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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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卻要逼著你的母后選擇 你卻要逼著你的母后選擇 你卻是母后的好紅兒 拍子 Illinois 音樂 音樂 你覺得柯文哲會當選嗎 應該會吧 確實看起來都有一點點想吃 得獎的是 藍正龍 佩奈 好 好 漂亮 真的非常精彩 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廣告組跟 agency 都知道 Yahoo其實有個很創意的 creative 的團隊 還有企劃的團隊 這些團隊平常是不會輕易出場的 除非有大案子 那今天我們也很高興邀請到我們大案子的客戶 就是我們亞太電信的品牌傳播 流電磁流協力Vivian 來幫我們分享 它跟整個 Yahoo 企劃團隊的合作的一個案例 那這個案例呢 我相信很多的一些網友主可能都有看到過 它是一個有關失戀顱狗出走的一個故事 那我想說可能先請Vivian稍微透露一下 當初怎麼會有這個鱸狗這樣的一個 idea 因為呢很多的一些刺激的競爭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 那它牌呢其實紛紛請到很帥很帥的網路男神 或者一些很帥很帥的明星偶像來做代言 那為什麼會跟 Yahoo 別體替一起想出這個 idea 找出了一個這麼可愛的一個小動物 來替大家做一個代言 好的 謝謝 Gina 首先 先問候大家 大家好 那也非常感謝 Yahoo 這一次給我們這樣一個機會 來做一個 Lugol 的案例分享 確實喔 我們在跟電信三雄比我們真的是比較小 對 所以我們也沒有那麼豐沛的行銷的資源跟預算之下呢 我們就要出席執政 那因為跟 Yahoo 合作其實也有一段時間喔 但比較配上一些傳統的行銷的數位廣告 那所以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在思考說我們應該怎麼樣 出席執政哪一些不同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請到重量級的男神嘛 我也沒有辦法請到很多網路的紅人 所以我們就在想其實在網路上有一些東西 它是很吸睛的 像毛小孩它就是很紅 而且很多人不分男女老約肯 他都非常喜歡 所以在 Yahoo 的團隊來跟我們提案的時候 他們很快的喔 整個 Credit King 在幾週的時間之內 就發展出三套不同的腳本 那我們就一眼就選中了這隻 Lugol 他是一隻法國動遊犬 真的是非常的可愛 那透過一個 Lugol 他很擬人化的一個傳達 如果就像你跟我一樣 他也會開車 他會旅行 然後他會談戀愛 所以他可能也會失戀 那他也會用手機講電話 還會滑手機 甚至他也會用 LINE 他也會用 FB 來打卡 所以很有趣 所以他在這個環島的旅程當中呢 他就利用這個亞太電信 GT 4G 完成了很多事情 也想通了很多事情 那我們用這樣很可愛的方式去做行銷 無形中就把我們的 4G 的一個涵蓋的優勢 還有我們當初在推的一個全國一大網 不分網內外這樣的資費 無形中就建立了這樣一個形象 在影片之中 我覺得網路影片最重要就是 千萬不要急著把品牌 或者是任何的產品資費都塞進去 透過這樣的一個潛移默化 其實消費者網友他的感覺會更好 所以我們就製作這樣一支影片 那我覺得話不多說 我們是不是來看一段花絮 再來做分享呢 好的 那就讓我們看看這一支 從基隆開到清淨農場 非常有趣的 鱸狗初戀 失戀初總機的影片 ホイ h做事 不完畢 先那我拍機 沒有馬 promotion 在留意时间的关系 这边只有一分钟的精华集 随时可以大家到网 雅虎的零零频道里面 看完整的制作过程 还有完整的影片 刚刚有看到 内中有提到说 整个这个影片执行之后 对整个品牌的喜好度 增加了非常的多 我相信大家很好奇说 销售除了所谓的 Brand Firmability之外 到底跟销售有没有帮助 我知道很多讯息是很机密的 可是我们居然立面来了 我就想请立面 是不是能够分享一下 到底这支影片播出之后 到底对亚派电视的身份 有没有实际的帮助呢 这个问题真的好敏感 那我们这支影片 是在9月10号上线的 那走了一个月 30天的时间到10月8号 那其实我同步当然有观察 因为花了这么多的钱 老板一定还是会要问业绩嘛 我们大概观察就是同期 可能上月同期跟当时这个 那个片播出的那一个月 它的业绩成长 那因为我们主要是 以全国一大网来看 所以当时我们有做了一个统计 大概业绩成长17%左右 那当然还有其他比方说 因为我们有做官网的一些导流 所以我们的活动页面 导流到我的GT官网 然后这部分也成长了50% 那其实受惠的还有就是 我们的网路门市 所以我们的网路门市 它就成长的业绩大概是两倍左右 那最重要其实我最开心的是 因为我负责品牌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在网路上的一些讨论度 或者是一些热度跟扩散度呢 它成长的倍数超过我这一只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效果 其实是非常好 那我想我要提的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业绩的连结上 还有一些知名度跟知名度上 它其实这支影片的毛感不都让网友觉得非常的喜欢 那有没有续集我们可能要拭目以待 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那最后我想要就是感谢 因为Yahoo的Printing 在整个片子里面 其实它的质感就是非常好 包括鲁狗的造型 还有道具啊场景 其实增加了很多影片的质感 那所以最后我想分享的就是 感谢Yahoo这样的一个great technology 与网友一起get together 造就了GT最棒的一个good time 那希望大家一起记得我们 GT的品牌精神 然后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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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师看到的是你续集 因为我刚刚也一直在问 有没有续集 OK 刚才Bibi也提到呢 这个网路影音呢 除了一个好质感的影片之外 这个传播的效应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 另外一位女胎人 就是我们数国网路的指定长King 那King呢 可能大家应该知道 他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网路的红人 他其实他们所创造的影片呢 在短短的两个晚上就创造 超过数百万的一个浏览 那我们今天请King 我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怎么样能够 让你的十二星座的影片呢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phenomena 这样的一个风潮 是 各位午安 很高兴 很高兴见到大家 我是数国网路的指定长 黄生浩 对 今天其实主要分享的是 我们在今年的二月 我们创造了一个 女性的全线女性平台 叫做PopDaily 在跟亚武可做的时间 二十天之内 我们创造了十八万粉丝 加入PopDaily粉丝团 并且我们创造了一个网路的新剧场 叫十二星座 而这个剧场 获得六十个客户指名 要置入这个剧场 那其实我今天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我们想要看看 十二星座的男生 跟女朋友求患被拒绝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今天不想 好像有点困了 今天不想 喂 你上次不是说要吃啥饭吗 谁啊 我不想 我想是因为我不包装 所以才没感觉吧 今天不想啦 你确定 今天不想啦 你干嘛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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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我們很歡迎 各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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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其實其實我這件事情我只有兩個重點 一個重點是 絕對要把它當成一個好的內容來看 因為傳統的廣告主 當他做過多的制錄的時候 其實這個影片就 絕對不是一個好看的內容 並且不會讓大眾去做分享 再來還有一個重點 你必須選對你的合作夥伴 那在此我推薦是亞歐 謝謝 好看是最重要的 因為影片不好看 就完全沒有辦法work 那今天呢 我們從早上Rose有提到 Live其實是網路的一個新趨勢 如果在未來呢 有七成以上網路的流量都來自於影音的話 Live它是絕對不可破缺的一環 那我們今天也很高興邀請到 我們另外一個重要的partner 就是中子文化的馬天宗馬哥 那馬哥呢 他可能如果不認識 一定現在要認識 因為他推動了整個 SimpleLive簡單生活節 同時打造了Legacy 一個現場展演的一個場域 那今天在馬哥開啟之前呢 我們先看一段video 就是Legacy與雅虎的一個Live演唱會 OH YEAH 我需要你確定我的存在 我需要你確定我的存在 我需要確定自己存在 I do my love 紅的眼睛 別不肯接受好心情 I do my love 紅的眼睛 讓情緒自己很清晰 I do my love 紅的眼睛 在不愛你確定你的意 今天才看我的眼 I do my love 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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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業者想要做直播這件事很多年了 我想最主要的障礙在於說 不知道網路業者到底能夠提供多少行銷或者多少費用 所以業者因為對這個事情就一直卻步 這次有機會跟雅虎的做也是在一個很開放 然後很transparent的狀況之下 大家可以互相的一起把所需要的經費一起 去很透明的計算出來 所以才有這次的合作的機會 那我想請馬哥分享一下就是 在整個演唱會進行的這18場裡面 我們大家其實隨時都在 monitor 到底實體觀眾跟網路觀眾有什麼不一樣 那請請馬哥分享就是說 在您的觀點裡面 一個實體的展演跟一個線上的直播 它中間有什麼互相的化學的變化 本來我們也很擔心說 如果演唱會直播的話會影響飄化 我們一年大概做300多場演出 那這一次拍了20場的我覺得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我們在製作上的力求高品質 因為如果去YouTube收演唱會 可能用手機拍出來大概會有90 所以內容是不是能夠讓大家喜歡有黏著度被看到 然後可以持續拍下去這點是很重要的 那在這個18場的播出完之後 我們發現幾個重點 第一個 會好並沒有被影響到 那因為演唱會本身是一個fan-based的活動 就是說他想要去看演唱會 他就會買掉 那他如果想要去看直播 一定是因為他有某種原因不能到現場 可能他不住在台北 或者是我們演唱會在台中 他不住在台中 或是今天剛好要加班 或者今天要跟家人吃飯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到現場 所以實際上對我們票房的影響並不大 我們發現很多在網路上觀看的觀眾 他八成左右也都是原來的粉絲 我從這個互動上來看的 那另外就是說 網路的觀眾跟實體的觀眾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想你很少會看到說在Lighthouse的演唱會裡頭 邊看演唱會電話手機 但是你如果看實播 或是看事後回播 一定是不專心的 一定是分析 他又可以留言 又可以去他的iPad 以我為例好了 我是用手機看直播 可是我會拿我的iPad去查這個歌手有什麼歌 然後去跟歌迷互動 或是歌迷講了什麼事情 我會去看看他們講的是什麼事 我想這個跟大部分現在在數位觀賞的消費者來講 是一樣的行為模式 就是他是有異無多明 他會除了看播之外 他可以去做很多別的事情 可能看看文章 可能翻翻螢幕上面別的廣告 我相信這個Online to Offline 在Offline回到Online這樣的一個循環 應該是未來在數位語音樂 尤其是現場Live這樣的一個新趨勢 那最後再問馬哥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很多客戶都其實很想做Live直播 不管是記者會啦 或者一些其他的活動 那是不是其實馬哥也分享說 一個成功的一個Live直播 他有什麼品步 或有什麼瞬間需要注意的 有什麼品牌適合做Live直播 我想有些內容適合直播 有些內容不適合直播 我想直播的內容本身一定需要一定的吸引力 如果只是我們兩個在我自己在家煮菜 一定然後直播大概不會有人來看 所以我想內容本身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第二個我想宣傳還是很重要 我們這次跟Yahoo的合作也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是因為它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平台 它沒有所謂在網路上 它並沒有所謂的競爭對手 所以在宣傳上頭 它可以沒有自然的去做各式各樣的宣傳 這個也是很重要 才會有人進來看 第三個我想說直播重要是說 它必須有某種嚴重度的內容 比如說安詳原理 比如說現場 或者是某種其實性的內容 要不然的話 可能進來30秒 進來一分鐘 進來一分鐘 它就離開了 我覺得對於想要做直播的人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說 要知道說直播是為了什麼 像我們因為是服務音樂產業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替演出者 創造更大的粉絲 然後創造收入 這個在跟Yahoo的合作帳頭 的確兩樣都得到非常高分的成績 當然有些業者可能不一定 或是有些內容提供的他想是不一樣的 但我想大家都是做行銷的 有人可能是為了awareness 有人可能是為了attraction 有人可能是為了action 在畫不一樣的內容 跟不一樣的方式的時候 要想好自己的TA是什麼 我想剛剛馬哥提到最重要一點 其實就是粉絲 那粉絲代表什麼 其實就是所謂的engagement 那或許我們常常會看到 廣告知廣告知呢 你一下就要術集最大的一個user 可是我們談到的 有些是客製影音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從engagement先開始的 怎麼找到你最核心的那一群engagement 然後再讓這個訊息能夠再擴散 那這也是一個成功的一個custom的影音 它所要做的一個特性 那總結我們以上的這些 我可以這樣評充一下 我剛剛跟馬哥在聊天的時候 其實那個engagement 有很重要的一個是互動性 所以如果說 我們剛剛跟馬哥也在想說 接下來還有兩場 我們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互動性 如果說因為我看到很多的直播 那基本上那個engagement 在於跟粉絲中間 那個直播主跟網友 可以跟粉絲可以直接多互動 那如果你能夠很容易進去 那是一個更好的狀況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一個新的變化 那當然賀慧言是說 那整個live在實際亞古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10月底的時候 全球做了一個最大的一個 同步的一個直播 在全球一共185個國家 第一次到FLO 能夠讓做全球免費的一個網路直播 那在短短的兩個小時之內呢 我們有超過1500萬的不寵意的視頻 然後同時呢 有超過3360幾萬的一個訊數 這應該是史上最大的同步的直播 那當然在LISA的代理之下呢 所有的廣告版位 痛吐都賣完了 然後就是全部都SO OUT了 那當然我們其實 剛才馬哥的Vegis的演唱會 我們大概進行到一半的時候 其實開始就有廣告組在詢問 怎麼樣才能跟這些live的演唱會合作 那我們也很高興 在進行到後半場的時候呢 我們有OPPO這樣的一個partner 能夠在廣告組呢 能夠support這樣的一個直播的 繼續的進行 那我想說 這些所有的這些partner 為各位廣告組能夠呈現的就是 一個好的custom brand的video 它需要能夠從整個跨影 數位的一個角度來做出發 那另外呢 必須要符合你的品牌的特性 跟top audience 然後另外呢 當然不可會 要善用網路整個社群行銷 跟整個病毒行銷的一個力量 那另外就是找到這個moment 甚至於說創造這個moment 那Yahoo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partner 能夠在全方位上的一個 影視生態圈裡面 跟各位打造各式各樣的solution 解決你的行銷的一個問題 OK 那謝謝雨潭的嘉賓 不過呢 因為今天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場合 是我們一年一度的一個 馬當外marketing summit 所以呢我們特別呢 要邀請到一個特殊的一個節目來播出 那我們先把現場呢 找到我們的南訪的辦公室 來到Yahoo這個貴寶地 讓我想起很多我的回憶 明人他會考得美意 網友超熱情的愛意 現在Lab直播告訴你 讓你感受 打明星就是你自己 當我今天來到這裡 我有important的信息 Yahoo是個大商機 大廠搶得剛第一 身上品牌貼滿衣 Lab直播 to the ABC 奧迪 OV 還有P&G 但我真的不是來賣衣 我要大眾的告訴你 洋務達到優質隱私生態圈 等待你一起加入我們的 大廠圈 喔 好累 給我一杯 黑咖啡 不加糖 不加奶 好東西 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 嘿嘿 拜託咧 但是也太苦了吧 朋友們 不想這麼苦對吧 不想這麼苦 歡迎加入 Yahoo優質隱私生態圈吧 Good job 好厲害喔 厲害了 謝謝大家 謝謝 我 我這其中這麼厲害 居然都可以直播到現場 來 謝謝 就說嘛 那個影音直播太有效率了 馬上從南港 欸 那個瞬間移動啊 都敏俊有沒有 韓語叫做 瞬間移動 就來現場了 而且還有時間讓我換你套衣服啊 鞋子跟褲子都不一樣了 是是是 謝謝 謝謝玉琳哥 那我想玉琳哥呢 也是在我們雅虎走紅的一個網路 新的紅緣 真的喔 這個雅虎算是我的再造式 哈哈哈哈 那請問一下做網路節目 跟你的實體節目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當然差很多 那一年那個 雅虎找我做明人太會考 為什麼說是我的再造婦母 因為我那時候負債三千萬 哈哈哈哈 公司 你看你做的都大公司 公司倒閉 呵呵 然後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是 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節目有時候大學生歡迎 對對對 謝謝 其實我在大學生界 有一個外號叫做 嘉義彭于晏 哈哈哈哈 那 那很多人都說 那你自己說的怎麼會算呢 那這是真的 我剛剛進我們那個大廳 有一個女粉絲 三步定兩步跑過來找我簽名 嘿 我就簽你 沈玉琳抖大三格子給他 他說 蛤 你是沈玉琳 我還以為你是彭于晏 我才不要沈玉琳的 啪啪啪就走了 對對對 那 感謝當時當我做明人特會考 算是及時 解決我的財務問題 但是呢 那個比較俗氣啦 這就帶給我是一個巨大的影響力 因為隨著那個 那個節目的播出 不得了了 我每次到各大學校去演講 大家都說 哇看到明人特會考好好笑喔 然後也因為從網路出發 人家都是在電視上做得很成功 然後再反攻到網路來嘛 那我剛好顛倒 我是網路上做得很成功 結果電視上呢就爭相邀約 希望我到電視上去做演出啊 去做主持啊 所以我這幾年來 陸續主持的幾個節目呢 都是來自於電視台的長官 看到我在 明人特會考的一個卓越的表現 嘿嘿嘿 這是賭 這是賭 謝謝 啊 網路紅人喔 因為特別喔 我有時候覺得 上天蠻倦惡我的 因為像我這把年紀 五十六年次 都一隻腳踩進本舞 啊不行這樣講 這樣還要很多人 對很多人 沒有 沒有自己說自己啦 那一般我們都應該吸引 跟我們年齡相反的台隊嘛 欸偏偏步喔 就是說 喜歡我的呢 其中在年輕人 大學生 高中生 所以我每年大學講座 大概一些七八十場 啊 那個校園演唱會 啊校園那個 演唱的組織人 這一類的 啊全部都是歸公於說 因為在網路上呢 受到的這個喜歡 如果沒有網路 大概也沒有今天的我這樣子 欸 這就是太棒了 講到你都不曉得怎麼結了 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他心裡會想什麼 怎麼會再把我打招呼啦 好了玉琳的浪場 今天機會非常的難得 對對對 讓我們呢 就這個機會呢 跟大家留下一些記憶 要要要 剛剛那我有一點很重要的事情 趁這個機會呢 要跟我們那個 Lisa Lisa問好 哈囉 Lisa 嘿嘿嘿嘿 那想見你 Today is good day 因為 因為我覺得Lisa齁 我覺得Lisa很委屈 不要這樣委屈很辛苦啦 但 嘿嘿嘿 I am 台灣Superstar 因為我覺得他很辛苦 在那邊做整場 啊 騙了我們就說不定了 啊 Sorry sorry 啊 妹妹我 我我我我 Sandory 太厲害了 我跟你講 吊代機上代表什麼 你知道嗎 Sandory 壓倒戲的勝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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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剛剛要交代我什麼事 我們交代呢 今天呢 日明竟然會出貨到現場 是是是 所以我們一定要開個照備 特技店 好好 那拍照呢 我來拍呢 就沒有代表性 我們要請我們楊汝奇 我的董事總監旅 ERICA 來來來 ERICA 我們那個賓客們先拍一張 然後我們在短聲中我們 你看 來來來來 其實使用這個我真的滿緊張的 你幫我喬一下 因為我完全沒有理學概念可言 好來 來喔 欸 不知道哪一張後面 沒有喔 這樣可以喔 可以 可以喔 這樣拍囉 來 笑我們要來 一二三 YEAH 我來再下一張 一二三 YEAH 來來 剛好寫到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你們兩個前面 你好應該要再兩次 我來再一張來 一二三 YEAH 我再一張一二三 好 因為我第一次使用這個很新鮮 等一下 對 放個方向 那請 我不知道 這是配場的朋友的 就廣告主拍一張 當然還有第三個肉 對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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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好像會擋到後面的人 我中下就可以了 你不要幫我喬一下 我不太會喬這個 這樣子可以嗎 哈囉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來喔 會載到大家 大家笑一下喔 我這個好像奧斯卡頒獎給你 低一點 是這樣嗎 這樣這樣 這樣可以喔 這樣可以喔 好來 欸欸 我要彈出來一點 對 對 這樣可以有也有 好 我趕快派你的大家 好 一張 來 再笑一下來 兩張 好 再笑來 三張 好累喔 對 OK 謝謝 謝謝 真的很累 對 因為這個姿態 那我真的還不太會用 我的專堂是唱嘻哈啦 嘻嘻哈哈 嘻嘻哈 我剛剛忘了感謝你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今年雅五拍 有找我拍一段那個 喔 據說我也是大受歡迎 那個歌詞喔 非常當之心喔 商品勘量費 便啦 刷卡收集費 便啦 要給你全台最低的1.49 YAHOO 都愛記得 謝謝 OK 謝謝 好 那我真的 好 那我真的要先禮拍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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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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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文娃哥 你好啊 九兩大米 太喜歡了 彭于晏 終於見到你朋友了 對對對 你也是台北 台北漁文樂啊 OK 謝謝 謝謝 謝謝彭于晏 跟杜敏俊 今天也到了來 好 謝謝 謝謝